老人带孙子或是外孙 一定要守住三条底线 否则就会出力不讨好 社会上有一种普遍现象 就是老年人在退休之后 为了儿女们仍然退而不休 老人为了减轻儿女们的生活压力 扛起了带孙子或是外孙子 带孙子的重担 帮儿女们操持家务 但是老年人即使为了儿女们付出再多 却往往得不到儿女们的感恩 甚至会遭到儿女们的埋怨 认为老人付出的太少 远远没有达到他们的要求 之所以会出现这样的局面 皆因为老人在为儿女们付出的时候 没有掌握好方式方法 如果老年人在为儿女们付出时 能够坚守三条底线 局面就会大为改观 杨阿姨说 她在退休之后 就搬到儿子家里生活 帮他们带孩子做家务 她不仅将退休金 全部都花在儿子的家里 还累出了一身的病 可是儿子和儿媳妇却丝毫不心疼 她的辛苦 反而将她的付出视作理所应当 不仅不感激她 还对她各种吹毛求疵 杨阿姨在痛定思痛之后 及时地调整了自己的行为 并且坚守了付出的三条底线 从而得到了儿子和儿媳妇的感恩与尊敬 杨阿姨 我今年六十岁 老伴今年六十三岁 多年以来 我和老伴一直都夫妻恩爱 日子过得美滋滋的 可是 自从孙子出生之后 我们的日子就彻底乱了套 当初 在孙子还没有出生之前 我们就和亲家商量好 孙子出生之后 由亲家劳两口带 我们每个月给亲家三千块钱的辛苦费 当时 亲家两口子满口答应 认可了我们这样的安排 我们之所以要做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我和老伴都有高血压和心脏病 承受不了带孩子的辛苦 亲家劳两口 比我和老伴年轻 身体素质也不错 所以 由他们带孙子 是最合适不过的事情 可是 好景不长 亲家劳两口 仅仅带孙子半年 就彻底地摔耙子不干 他们说带孩子的生活太枯燥无味 他们每天都被困在家里 日子过得太没意思 他们要趁着现在还算年轻 要好好地享受生活 不想再浪费退休之后的大好时光 既然亲家劳两口不愿意继续带孩子 我们也不能勉强 我跟儿子和儿媳妇商量 让他们雇保姆带孩子 雇保姆的费用由我和老伴出 但是 我的方案却立刻被儿媳妇给否决 儿媳妇说 如果雇保姆照顾孩子 她会不放心 她说 她在网上看到很多保姆 趁着家长不在家时 虐待婴儿的视频 从而产生了心理阴影 如果让保姆和孩子单独在家里 她上班时根本无法安心 既然儿媳妇不同意雇保姆 我和老伴只能勉为其难 收拾好行李 搬到儿子和儿媳妇的家里居住 自从我俩住到儿子家里之后 就过上了每天起得比鸡早 睡得比牛晚的生活 每天天还没亮 孙子就醒了 熬熬地哭着要喝牛奶 我负责给孙子冲奶粉 换尿裤 老伴负责做一家人的早餐 当儿子和儿媳妇起床的时候 早餐就会准时地摆上餐桌 儿子和儿媳妇吃完了早饭 碗筷一扔就走了 我和老伴赶紧收拾厨房 打扫家里卫生 儿子的屋子很大 是富士楼的结构 上下两层楼加起来 足足有两百多个平方 儿媳妇是一个有洁癖的女人 如果她看到家里的某一个角落 没有打扫干净 就会给我们脸色看 为了让儿媳妇有一个好脸色 我和老伴每天都不停地干活 整个一上午 我和老伴都忙着打扫屋子 将一家人换下来的衣服清洗干净 不仅如此 儿媳妇还要求我们每天 将孙子抱下楼晒太阳 她为了监督我们完成任务 要求我们每次带孙子下楼晒太阳的时候 都必须和她视频 证明我们没有说谎 除了刮风下雨 我们每天都雷打不动地带 孙子下楼晒太阳 三百六十五天 天天如此 每次抱着孙子下楼晒太阳时 都像是要了我们的老命一样 当初 儿子和儿媳妇买婚房的时候 他们不听我的劝告 非要将房子买在楼梯房的六楼 仅仅因为六楼是富士的结构 儿子和儿媳妇年轻 他们爬楼特别轻松 所以根本体会我和老伴的辛苦 我和老半空着手上下楼 尚且累得气喘吁吁 每次抱着孙子下楼晒太阳的时候 我俩都要歇上好几趟 累得激进虚脱 待孙子晒完了太阳 我们又要赶紧准备晚饭 我们忙忙碌碌一下午 好不容易做好了午菜一趟 儿子和儿媳妇也下班回到了家里 和早餐时一样 小两口吃完了晚饭 把碗筷一扔 一个跑去打游戏 一个翘着二郎腿在客厅看电视 全然不顾我和老伴忙碌了一天 一刻都不得清闲 我和老伴刷完了碗筷 又要将家里卫生重新收拾一遍 在做这些事的同时 我们还要把孙子带好 儿子和儿媳妇从来都不会体恤 我和老伴的辛苦 他们只会自私地考虑自己 即使我们累出了一身的病 还花光了退休金 他们也丝毫没有感激地表示 而是将我们的付出 是做理所应当 甚至对我们吹毛求疵 我和老伴在痛病思痛之后 做出了一个决定 为了改变这种吃力不讨好的局面 我们制定了付出的三条底线 并且严格执行 那天吃完晚饭的时候 我们郑重地告诉儿子和儿媳妇 我们对他们有三个要求 如果他们不配合 那么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家里 过悠闲的生活 儿子和儿媳妇见我们很坚决 只好无奈地同意了我们的要求 自从我们坚持了三条底线之后 生活质量就大幅提高 儿子和儿媳妇对我们的态度 也有了很大的转变 下面我就将付出的三条底线 公布于众 攻击老年朋友们参考 一 白天做事 晚上休息 每周有一两天自由活动的时间 以前 我和老伴带孙子的时候 每天都从早干到晚 一年到头都没有自由活动的时间 那时候的我们 每天都累得像头牛一样 没有娱乐和享受生活的时间 这种毫无质量的生活方式 让我们极其郁闷 于是决定做一个大的改变 我们决定将晚上的工作 交一部分出去 由儿子和儿媳妇完成 这样我们就不至于太累 我们老了 如果身体累垮了 那么就什么都完了 我们每周都会自由活动一两天 在这一两天的时间里 我们会完完全全地放松自己 我们经常参加两日游 去远一点的地方看风景 自从我们每周 有了一两天的自由活动时间之后 才终于感到生命有了意义 体验到生活的美好 二 我们可以辅助家里的生活开销 但绝不能大包大揽 以前 我们为了儿子的小家 花光了全部的退休金 可是 当我们看到儿子和儿媳妇 没有任何感恩的表示之后 就决定要换一种方式生活 儿子和儿媳妇在我们的要求下 每个月拿出三千块钱的家用 我们稍稍添点钱 就足够一家人的生活开销 这样我们就可以多存下一些积蓄 以备养老所需 我们拥有了足够多的钱 才会更加有底气 舒心养老 即使儿子不孝顺我们 我们的晚年生活也不至于过得太惨 三 孙子上小学之后 我们就回到自己的家里 结束免费保姆的生活 虽然我们老了 但我们仍然有享受生活的权利 我们不希望自己的后半生 全部都耗费在家务和带孙子上面 我们告诉儿子和儿媳妇 我们之所以只愿意将孙子带到上小学 是因为我们要留些时间给自己 我们不希望自己到老得动不了的时候 回首往事 发现自己这辈子什么都没享受到 留下终生的遗憾 自从我们很下心来 在复出时坚守三条底线之后 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许多 让我们感到惊讶的是 儿子和儿媳妇并未因此而怨恨我们 他们反而对我们更加尊重 通过这件事情 我发现父母和儿女之间 一定要有良好的沟通 父母只有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 才能让儿女感同身受 才会理解父母的所思所想 才能有地方使得去满足父母的需求 皆属于 作为老年人 我们在为儿女们无私付出的同时 一定要懂得保护自己 要好好地爱惜自己 我们要珍惜金钱 珍惜自己的身体 老年人一旦没有了钱 还失去了健康的身体 很可能落到酒病床前 无孝子的结局 让自己老来受苦 作为老年人 我们时刻要记住 虽然我们很爱孩子 但我们最应该爱的 应该是我们自己 我们辛辛苦苦大半生 从未好好地享受生活 在人生的暮年 我们必须为自己 好好地活一把 才不往来世上走一回 儿女们有儿女们的生活 作为父母 我们可以适当地扶持 但绝不能大包大揽 大包大揽的父母 不仅培养不出感恩的儿女 还很可能将儿女 培养成白眼狼 这样的儿女 只会将父母的付出 是做理所应当 根本不懂得 感恩父母的辛苦 故事 七十二岁老人的倾诉 搭伙过日子提出 夜生活 不过是给自己晚年挖的坑 岁月悠悠 年华一世 转瞬间 我们就步入了 老年生活的行列 却不幸被生活 打磨地失去了另一半 单身老人的生活 实在孤寂难耐 在找个人陪伴着一起 抵御余生的风雨 是很多单身老年人的选择 以前的时候 大家都不齿同居 搭伙过日子的方式 觉得没有那张纸 就是不道德 也是老不正经 然而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 对老年人搭伙 同居式的互助式养老 已经很大程度上认可 网络里 很多视频在 讲中老年单身老人 相亲搭伙的场景 大多数女性老人 都希望对方 能够出全部的生活费 自己付出劳动 做做家务 收拾卫生 陪伴过日子 而男性老人觉得 大家都这把岁数了 还是 A制生活费的好 自己可以出住房 其他一切分清楚的好 做好邻居 好室友 才是最好的搭伙办法 社区里72岁的 吴大爷却说 老年搭伙相伴时 提出 一致生活 本想谁也不欠谁的 谁知 却是自己 给自己晚年挖的坑 如今 自己生病了 需要搭伙老伴 细心照顾时 他却提出 按照住家保姆给工钱 一点感情都不讲 真的是后悔 当初自己的想法 害了自己的晚年 若当初 自己大度些 看在这些年的感情上 他不会跟自己 如此计较算计的吧 倾诉人 72岁的吴大爷 我是吴大爷 今年72岁 早已退休多年 因为我退休前是高工 所以如今的退休金 已经有七千多了 本以为拥有这么多的退休金 再加上自己手里的积蓄 晚年的日子 怎么也会过得舒心顺心 然而 身体健康的时候 自己怎么活都会觉得轻松自在 还会感觉自己高人一等 然而 如今自己一场疾病后 腿有问题 生活不能够完全自理的时候 才发现 只有钱 没有情 没有真心陪伴的人 才是晚年最大的悲哀 我和如今 陪伴我的小李 在一起搭伙了六年 当年 小李为了给儿子儿媳腾房子 跟我相亲搭伙过日子 我是看上他 比我小十岁 身材模样都说得过去 最主要的是他有社保和医保 但是 小李当年每月的社保 只有两千多块钱 我是看不上的 也觉得自己在他面前高人一等 等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跟他说 我管住可以 但生活费还是需要一致的 我们每月 每人拿出一千块作为生活费 其他的人情往来 个人管个人 想起当年小李那 骨子倔强的样子 我如今才觉得自己当年 还是欺负了他 小李咬牙答应了我的条件 我们A制搭伙过日子 每天小李很是勤快地 为我做好一日三餐 洗洗涮涮 把家里收拾得干净整洁 身边的老伙计都夸我明智 找到一个不为钱和房子的好女人 我知道 小李当时也是无奈 因为他儿子结婚 他家只有两居室 还没有孙辈人 所以他只能委屈自己 跟我在一起 最起码还有地方居住 虽然小李内心不满 但从没有说出口 也没有给我脸色 而是默默地接受我的一切安排 后来 他有了孙子 回去照顾儿媳妇 帮忙带娃 也不忘记 每天给我做好三餐饭菜 这让我还是很感动的 我也不是一毛不拔的男人 偶尔也会给他发小红包 表示我对他的感谢 也会在过年时 多少给他孙子一点压碎钱 随着时光的推移 我越来越发现 小李身上的优点 不仅人情快 善良 最主要对谁都讲情面 尤其是对我儿子儿媳 回来的时候 做饭 收拾 从不说一句怨言 我家儿子也跟我说过 让我好好地对待小李 别因为我的抠门 让小李离开了我 我自以为 小李离开我后 就没有地方居住了 所以 没有多想 依然是跟他A制生活 舒本华曾经说过 有时候 我们连对自己真诚都做不到 所以 无需苛责别人 人性本就复杂奇怪 去年一场疾病 我的右腿不利索了 生活也不能完全自理了 在我生病住院的时候 小李也没有离开我 儿是耐心地照顾伺候着我 但是 他跟我儿子说了一番话 我才知道 自己给自己挖了坑 小李跟我儿子说 以前跟我搭伙过日子的时候 觉得自己居住在我家 所以主动承担了所有的家务活 也认真耐心地照顾我的生活起居 只是没有想到 我会跟他提出生活列 他说 自己觉得 既然我提出了A 那他也应该接受 毕竟是半路走到一起的 有些戒备也是正常的 只是 如今 我的身体成为这样 他所做的就是住家保姆的活 所以 我必须按照住家保姆 给他发工钱 以及包括吃合住 当儿子跟我说这些的时候 我非常的生气 愤怒地骂 小李是白眼狼 这么多年居住在我家里 需要他的时候 还对我敲竹杠 我跟儿子说 让小李离开我们家 我们散伙 不再一起搭伙了 我有钱 哪里就找不到 和心意的住家保姆呢 谁知 先后来了好几个住家保姆 没有一个人能够跟小李一样 做的饭菜不合口味 对我的照顾 也是粗心大意 家里的卫生 也是一团糟 我还是觉得 有小李在的时候好 我想念小李做的饭菜 想念小李 跟我说的笑话 以及他收拾的房间 最后 还是我自己主动 给小李打电话 请他回来 继续跟我搭伙过日子 谁知 小李却跟我说 我们不再是搭伙过日子的陪伴 而是雇主与雇工之间的关系 没有办法 谁让我的未被小李 这些年挤养雕了 就喜欢他做的那一口饭菜 我只好同意小李的要求 每月四千块的工钱 吃住全包 照顾得好 过年有红包 当我跟小李 变成了雇主与雇工的身份后 我非常后悔自己当初的决定 如果当初 我能够大度歇 在生活费上不提出 耶志 以小李的情性 我如今这个情况 他不会不管我的 真的是聪明一时 糊涂一世 老年搭伙的时候 还是要拿出彼此间的真心真诚 才能够在自己遇到事情的时候 得到真心真情的回馈 太过于计较算计的搭伙 最终也是给自己挖坑 人到晚年的时候 如果选择搭伙 相伴过日子 还是拿出真诚的好 不要用心思算计别人 谁也不傻 内心都有一杆秤 能够称出彼此的真情脊梁 故事 83岁母亲 有3000退休金 还要他2000赡养费 直到真相后 他卖房走人 都挺好理的父亲苏大强 费尽心机 拆散二儿子苏明成的婚姻 目的就是为了 让二儿子没有家庭拖累 一心一意侍奉自己 当时看的时候 还觉得是儿子不够孝顺 才导致苏大强的执拗 现在想来 却是苏大强对儿子 最狠的算计 拥有一个算计自己的父母 真的很悲哀 最终也会把子女内心 仅存的亲情 给算计没了 弄得一家人 老死不相往来 我是李强 今年60岁 再有一段时间就退休了 可为了母亲 我却想跟老伴离婚 身边很多人 不理解我们这样一对 很好的夫妻 为啥会在人到老年的时候 折腾离婚 我觉得还是我女儿 看得明白 她对我说 我对母亲的孝顺 不是真的孝心 而是一种愚蠢的愚笑 以折损自己的幸福 换取所谓的笑 母亲常年跟随着弟弟 居住养老 虽然我每年会给母亲 一笔养老钱 她自己每月 也有三千多的退休工资 还有父亲走后 给的抚恤金和丧葬费 可母亲 不知道什么原因 突然跟我提出 每月要两千块钱的赡养费 不给 就要到我家折腾 每天给我打 无数次视频电话 多次沟通无效 只能逼迫自己的老伴同意 用钱买个安宁的日子 可老伴说 她每月两千九百多的退休工资 我退休后 也就四千多的退休工资 我们还要帮付女儿家 每月一千五百块钱的房贷 再给我母亲两千块钱的赡养费 我们劳两口 只能把嘴巴缝上 二 母亲逼得紧 我也只能强迫自己的老伴同意 甚至还用离婚来威胁老伴 谁知 老伴居然真的有离婚的念头 她收拾自己的行李 带上家里的存款 去女儿家居住 临走时 老伴给我留下一张离婚协议书 房子给我 存款归她 我们以后各走各的路 让我放心大胆地去尽笑好了 老伴的举动让我不知道该如何做 我只能到弟弟家跟母亲再次商议 看看母亲要这两千块钱的赡养费 是出自什么原因 弟弟不在家 弟媳让我不要搭理母亲的要求 说我母亲就是人老糊涂了 不知道自己做这样的事情是破坏家庭的风气 给家庭招待 有了弟媳这番话 我心里多少有些底气了 我说外面的阳光很好 我带着母亲下楼晒晒阳光 没有弟媳在场 我把老婆的态度告诉了母亲 母亲居然让我离婚 还让我只要房子 我询问母亲 离婚后 我的晚年要如何过 母亲说 让我陪着她一起居住养老 顺便正好照顾她的生活起居 还规划好了 我和她一起回到父母从前的那套老破小的房子里居住 我就各种话套路母亲 就想知道母亲这样做的目的是什么 最终母亲说了句 小明 我侄子都上班好几年了 也该有套房子成家生娃了 我就想 这跟母亲要赡养费有啥关联呢 母亲说 自己想看的重孙子 所以要多积攒些钱 帮小明买婚房 说到最后 母亲居然说 你离婚就要房子 你们的房子大 位置好 重新装修后 给小明做婚房最好不过了 三 至此 我才真正听明白 母亲的意愿 打着跟我要两千块钱的赡养费 不过是给我侄子攒钱买房 真是不惜算计我的老年婚姻 让我离婚要房子 好给大龄的侄子腾出来结婚用 我明白 母亲的目的后 很生气 但也不能跟母亲发火 只能找弟弟 询问他是什么意思 让我没想到的是 弟弟居然觉得 我家女儿在外地 我退休后早晚也是要跟老伴去找女儿 不如趁现在我还没有退休 用这样的办法 逼我把房子给他儿子留下 弟弟看我沉默的时间太长 最后跟我说 哥 反正你跟嫂子是要去外地找女儿养老 这房子早晚都要卖的 不如十万块钱卖给我们吧 这样小明结婚的房子就有着落了 母亲的养老你就不用管了 都折合在房价里 对你对我们都是最好的安排 我才明白 母亲的突然发难 以及母亲的执拗 都是因为侄子的婚房 他们算计了我大半辈子 我都认了 最后还要算计我的老年 我是忍无可忍 无需再忍 四 我母亲和已是父亲 是国企单位里的高级技师 母亲的退休工资少点 父亲的退休工资 当年比我上班的工资都高 弟弟一家常年跟随父母居住 吃喝都是父母出钱 帮他们带娃 给他们贴补生活 即使在我买房到处借钱的时候 父母都不曾主动资助过我 更不要说我女儿得到他们的恩惠了 我知道父母的钱财愿意给谁 那是他们的权利 我作为儿子尽到自己的本分就好 若要求太多就是不孝 然而我都六十岁快退休的老人了 母亲和弟弟还这样算计我 只能不要这份亲情了 想明白后 我给老伴打电话承认错误 并跟他商议着把我们的房子卖了 拿着钱到女儿家附近 租房或者买套小面积的养老房 我们要在一起度过我们的老年时光 老伴在我一次次的认错和保证中 看到了我的诚意 也同意我卖房走人 远离这样算计我们的亲人 再有一个多月 我就正式退休了 到时候 我还有一笔公积金和其他费用到手 再加上我卖房的钱 先在女儿家附近租房居住 再寻找合适的养老房 五 百善孝为先是自古以来的传统美德 而盲目地服从 无底线 无原则的一味付出并不是真正的孝顺 在中国的许多家庭里 男人总是习惯性地对父母实施余孝 殊不知这种所谓的孝顺背后 实则是对妻子最大的恶 男人的余孝往往是以牺牲妻子的利益和家庭的幸福为代价 看看身边那些余孝的男人 最终的结局就是妻离子散 孤独终老 能够及时清醒 回头试案 珍惜老伴 善待老伴 尽孝也要尽力而为 却不可做余孝的男人 自毁家庭幸福 六七岁老人 去大儿子家养老 儿媳天天做红烧排骨 老人 没脸住下去 很多父母上了年纪后 都会选择在儿女家养老 虽然 年轻人和老人相处有代沟 生活习惯不同 饮食习惯也不同 但只要双方互相包容 一家人住在一起 还是很幸福的 六十七岁的郑大爷 上了年纪后 去大儿子家养老 儿媳知道 郑大爷爱吃排骨 每天早起 都会去菜市场 买新鲜的排骨 做给郑大爷吃 儿媳从来没有嫌弃过郑大爷 哪怕郑大爷 晚上睡不着 在客厅看电视 把电视声音开很大 儿媳也不会抱怨什么 但郑大爷在大儿子家住了不到一个月 就收拾东西回老家了 郑大爷说 我不知道他是想赶我走 还是真的孝顺 但是我没脸继续住下去了 来自郑大爷的字数 我有两个儿子 大儿子性格老实 不爱说话 脾气也直 小儿子虽然比大儿子小三岁 但是聪明和机灵近胜过大儿子 而且情商很高 说话很招人喜欢 两个孩子小的时候 我和妻子带他们走亲戚 大儿子躲在我们身后不说话 我们让他给别人打招呼 他也不说 但小儿子嘴巴很甜 不仅主动打招呼 还知道夸别人衣服好看 或者人长得好看 小儿子走到哪里都讨喜 所以时间长了 我和妻子不免偏心小儿子 其实也不怪我们偏心 我举两个例子 大家就知道了 我晚上干活回家 会带些零食给两个孩子 小儿子年纪小 我就让小儿子先挑 大儿子不服气 我给他讲孔荣让离的故事 让大儿子学会谦让 大儿子却问我 凭什么要让着弟弟 大儿子和我理论 小儿子就拿着零食给大儿子 让大儿子先挑 挑剩下的他再挑 过年时我们给两个孩子 置办新衣服 大儿子看到喜欢的衣服 就闹着要买 小儿子会问价钱 如果贵了 他就会说 我爸爸妈妈赚钱不容易 这个衣服太贵了 我不要 我要个便宜的就行了 每次看到小儿子这么懂事 大儿子却固执又自私 我们自然更心疼 也更喜欢小儿子 两个孩子长大后 差距也大 大儿子跟别人学拼逆子 一个月只有一千多块钱 我和妻子花五万块 给小儿子盘了一家店 小儿子嘴巴甜 会做生意 每年赚得比大儿子多很多 大儿子让我们也出钱 给他开店 其实不是我们不愿意出 是大儿子嘴巴笨 我和妻子了解他 他这辈子就适合出苦力 不适合做生意 大儿子怪我偏心 结婚后就搬出去住了 他常年不给我和妻子打电话 我们也懒得管他 后来大儿媳生孩子 老伴伺候大儿媳坐月子 两个人相处不来 大儿媳还没满月 老伴就去小儿子家了 大儿子结婚后 我去过他租的房子 房间不大 只有四十多平方 卧室和厨房是连着的 没有独立的卫生间 我知道老伴住在那受委屈了 他不愿意去 我也不说什么 大儿子气得给我电话 让我和老伴以后 都不要去他家 他以后买了房子 也不稀罕我们去 虽然大儿子口口声声 要买房子 可是我和老伴心里很清楚 大儿子每个月赚的不多 大儿媳要在家带孩子 没办法上班 他们赚的钱能糊口就不错了 猴年马月才能买得起房子呢 小儿子不同 他和小儿媳没结婚之前 就和我们商量 他们想买个大典的房子 婚后和我们一起住 一家人住在一起 相互有个照应 也方便他们给我养老 我和老伴本来想 老年后依靠小儿子 所以小儿子买房子 我们总共出了二十万 其中有五万是问亲戚借的 小儿子结婚后 老伴帮小儿子看店 我打工还债 后来小儿子有了孩子 老伴负责带孩子 我把债还清后 给小儿子看店 小儿子夫妻俩感情还不错 我和老伴不让他们洗衣服 做饭做家务 他们出去吃饭会带着我们 过年时 也会给我和老伴一人 买一身新衣服 一件衣服好几百 过年时 大儿媳也会给我们买衣服 不过都是二百左右一件 质量和小儿媳买的没法比 老伴不想要 让大儿媳退了 大儿媳不同意 他就随手放在 平时不常用的柜子里 也不穿 我觉得老伴这样做不太好 大儿媳家条件不好 能花四百多 给我们俩一人买一身衣服 也不错了 老伴却说 你要是想当好人 这衣服给你穿 我不穿 大儿媳连续买了三年 老伴从来不穿 反而穿着小儿媳买的衣服 给亲戚邻居炫耀 后来大儿媳就不给我们买衣服了 他不买 老伴也不生气 因为大儿媳买了老伴也看不上 后来大儿子自己包活 虽然辛苦一些 但是赚得比之前多些 为了孩子上学方便 他们就租了一套两室一厅的民房 一个月的房租八百左右 那年 大儿子干活时教摔伤了 大儿媳找了份工作 他既要赚钱 又要带孩子 实在没办法照顾大儿子 就打电话 拜托我帮忙 说实话 我不想去 我和大儿子一家人 只有过年的时候才见面 平时不联系 也见不到 我觉得住在他家不自在 可是大儿媳 在电话里哭得泣不成声 拜托我帮帮他 我实在不忍心拒绝 大儿子要卧床休养 去厕所也要人扶着 大儿媳个子不高 也没劲 确实照顾不了大儿子 我到了那 就负责照顾大儿子 大儿媳中午十二点下班 下午一点就要上班 他下班回来的路上买点菜 回到家炒两个菜 随便吃几口就去上班了 只有晚上孩子在家 他下班早一些 才会多炒几个菜 大儿媳一家人太会过日子 他舍不得买菜 每天都吃蔬菜 偶尔放点肉丝 我喜欢吃肉 几天不吃就馋了 我买了肉 让大儿媳下班回来做 他手艺不好 做得不合我口味 后来干脆我买菜做饭 他下了班 刷碗打扫卫生就行 大儿子能自己下床走路后 我就去小儿子家了 老伴问我在大儿子家住的习惯吗 我摇了摇头 大儿子家的饮食 比小儿子家差太多了 我要是继续住下去 估计能受好几斤 我和老伴心安理得地帮小儿子干活 住在小儿子家 可是今年年初 小儿媳把他父母接到家里来了 小儿媳让我和老伴先回老家住一段时间 等他父母走了 再把我们接过去 可是自从我和老伴回家 小儿子夫妻俩就提把我们接回去的事了 小儿媳的父母走后 我给小儿子打电话 小儿子说店里不忙 两个孩子都上小学了 他们夫妻俩能照顾好自己 我们在老家享福就行 我很生气 小儿子看似心疼我和老伴 其实就是嫌弃 我们没用了 帮不到他们了 他让我和老伴在家享福 却不给我们钱花 我们怎么享福 这些年 我和老伴帮他干活 他一分钱工资不给 只有过年给我们买身新衣服 偶尔我和老伴手里实在没钱花了 才给几百或一千 可是这些钱 最后大部分都花在两个孩子身上 我们根本没存下来钱 老伴哭着问我 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我给大儿子打电话 让他每个月给我一千块的生活费 大儿子不愿意给钱 他让我去他家养老 吃喝拉撒都由他出 不过大儿子没说让老伴去 老伴要面子 也不好直接去 就让我先去过几天 我去了大儿子家才知道 他买新房子了 房子采光不错 三室一厅 在市中心 大儿子和朋友一起包活 一年能赚不少钱 生活条件比以前改善很多 我问大儿子什么时候买的房子 大儿子说买了三年了 只是没告诉家里人罢了 我作为儿子的亲爸 不知道儿子买房了 脸上有点挂不住 就转移了话题 大儿媳知道我要来 提前买好了平时用的东西 还把采光好的房间让给我住 让孙子住小卧室 大儿子每天忙工作 早出晚归 我想和孙子说说话 可孙子和我并不亲 我和他说话 问一句答一句 一句话不多说 大儿媳虽然不上班 可他要接送孩子 买菜做饭 收拾家务 也比较忙 不过不管再忙 大儿媳从来没让我做过家务 他知道我爱吃排骨 每天早起都去菜市场买新鲜的排骨 如果家里人都吃肉 就算儿媳天天买菜也没什么 可儿媳做了红烧排骨 只有我一个人吃 儿子和孙子很少吃 我不好意思吃 儿子会说 爸 这是我老婆专门给你做的 你多吃点 有一次 我劝儿媳妇别买排骨了 他们吃什么 我吃什么 儿媳笑着说 那不行 之前你在我家 那时候我们没钱 也舍不得吃排骨 你住几天就走了 现在我们买得起了 我要是不给你做 你再回去怎么办 人家会说我小气 对老人不好 看到大儿媳 每天很客气地招待我 每天都早起去菜市场买排骨 专门做给我吃 我实在不好意思 就借口想家 自己坐车回去了 老伴问我为什么回来 是不是大儿子和大儿媳 对我不好 我告诉老伴 我实在没脸继续住下去 大儿子买房子了 我们一分钱没出 孙子都快读初中了 我们也没照顾过几天 可大儿子和大儿媳 对我很好 好的让我愧疚 我和老伴 在小儿子家 每天早起干活 晚上洗洗刷刷忙到十一点才休息 小儿媳还会埋怨 我们不如别人家的公婆好 现在他们用不到我们了 就不和我们联系了 可我在大儿子家住 大儿媳没让我干过活 也没嫌弃过我 给我脸色看 现在我们老了 却让他们给我们养老 我良心过不去啊 我想好了 以后我和老伴 就在农村老家住吧 种点菜 养些家禽过日子 实在没钱了 让两个儿子一起出钱 不能再厚此薄彼了 请难保母养老 被吐槽不如再婚 六十五岁大妈 这三方面 老伴做不到 自从李大妈 给自己雇了一个男保母之后 就被左邻右舍议论纷纷 他们认为 李大妈雇男保母的行为 根本就是老不正经 一大把年纪的人了 居然把一个男保母 带到家里同吃同睡 简直不成体统 就连李大妈的亲姐姐 对她雇男保母的行为 也非常不理解 她说李大妈与其雇男保母养老 还不如给自己找一个二婚老伴 这样既不用付工资 还能够得到二婚老伴的照顾 岂不是两全其美的好事 然而 李大妈却说 她宁愿花钱雇保母 也不要免费的二婚老伴 因为这三个方面 二婚老伴根本做不到 李大妈 自从五年前 老伴因病去世之后 我的身体就每况愈下 我的身体之所以会越来越差 皆因为老伴走后 我总是自己在未来的日子里 只能一个人孤零零地度日 这样毫无希望的日子 想想就很可怕 虽然我有一个儿子 但儿子一点都不成熟 他只顾着过自己的小日子 对我没有丝毫的关心和照顾 就连我生了病 他也以自己忙为理由 让我自己独自去看病 如此不懂事的儿子 我养老根本指望不上他 我总是会想到一个问题 当我老得不能动弹的时候 我该如何养老 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脑海里 挥之不去 我有一个关系特别好的闺蜜 他非常清楚我的担忧 他好心地给我出主意 让我给自己找一个二婚老伴 我有人陪伴着 就不会整天地胡思乱想 日子就会变得开心起来 人的心情好了 身体自然而然爱好了 我认为闺蜜的话很有道理 于是就开始有意识地 寻觅合适的男人再婚 后来 我在熟人的介绍下 和同样丧偶的老张认识了 老张和我同岁 看起来身体很好的样子 这是我对老张最满意的地方 因为我的身体不好 所以希望和身体素质好的男人再婚 这样就能够得到他更多的照顾 老张有一个儿子 儿子成家之后 一直和老张住在一起 老张直言不讳地告诉我 他之所以要跟我再婚 就是希望婚后住到我家里 不用和儿子一家三口挤在一起 听了老张的话 我的心里很不开心 我以为老张和我在一起的动机 是因为他爱我 谁知他只不过是想住进我的房子而已 虽然老张利用我的意图非常明显 但我仍然和老张过起了日子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如果不是因为我能提供住房 老张根本不会看上和他同龄的我 因为老张有利用我的嫌疑 所以为了保护自己的财产 我没有和老张领取结婚证 而是选择跟他搭伙过日子 在我俩搭伙过日子之前 老张信誓旦旦地告诉我 他一定会好好地照顾我 绝对不会让我累着 可实际上 自从老张搬到我家里之后 他就彻底推翻了当初的承诺 他不仅不做家务事 还因为钱的问题跟我斤斤计较 老张每天吃着我做的饭菜 却不愿意交给我伙食费 他知道我有百万积蓄 每月还有六千多元的退休金 于是就理直气壮地告诉我 既然我那么有钱 多出家用也是理所应当 我知道老张每个月 要给补贴儿子两千块钱过日子 但这绝不是他不给家用的理由 我已经付出了劳力 如果还要在金钱上吃亏 这绝不是我做人的准则 我告诉老张 他要么选择做家务 要么选择出钱 如果他一样都不想付出 那么就赶紧滚蛋 因为我绝不会傻到找个男人供着 我没想到老张的脸皮居然那么厚 无论我如何撵他 他也坚决不走 他虽然不愿意走 行动上却没有任何改变 他仍然吃着我做的饭 还不掏一分钱 我骂他 他就跟我对吼 将我气得半死 这样的日子 我一天都过不下去 为了撵走老张 我不得不叫来儿子 让他帮我出头 儿子跟老张狠狠地干了一架 身上都带了血 才艰难地将老张赶走 将老张赶走之后 儿子严厉地警告我 这次他帮了我 绝没有下一次 如果我在因为找老伴的事情 找他的麻烦 那么就别怪他翻脸不认人 实际上 即使儿子不警告我 我也不会再有找老伴的心思 自从我跟老张搭伙之后 就对找二婚老伴这件事情 彻底失望 我发现 在婚婚姻掺杂了 太多的利用和算计 这种鸡飞狗跳的生活 我再也不想尝试 一个人的日子 总是那样的孤苦无一 虽然我打定主意不找老伴 可内心的孤独 却总是时不时地折磨着我 孤独尚可忍受 可是 每当我身体有病痛的时候 就特别希望 身边有一个贴心的人 带着我去看病 给我端水喂药 一个偶然的机会 我认识了男保姆小妍 小妍的母亲患了癌症 为了给母亲筹措治疗费 四十岁的她离开了乡下 来到城里 干起了保姆的营生 我认识小妍的时候 她刚离开上一任雇主 正在到处找活干 我见小妍衣服 老实忠厚的样子 于是就主动询问她 愿不愿意 去我家里做保姆 小妍爽快地答应了 她说我看起来慈眉善目的 去我家里做事 一定是一件开心的事情 当天 我就将小妍带回家 给她安排了单独的房间 小妍虽然年轻 干家务却比我还要拿手 她做事非常细致 炒菜的味道 也很好吃 自从家里有了小妍之后 屋子里就一扫之前的沉闷 充斥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尽管我每个月都要支付 小妍五千块钱的工资 但我却认为这个钱花得很值 小妍的到来 给我的生活带来了太多的欢乐 这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无价之宝 雇男保姆最大的好处 就是家里的体力活 再也不愁没人干 以前 我总是会为了家里需要挪动大物件而犯愁 自从小妍来了之后 我想搬东西的时候 只需要动动嘴 小妍就会将东西 规制得明明白白的 不用我操一点心 左邻右舍见我给自己雇了男保姆 就总是在我背后议论纷纷 他们说我年龄越大 就越来越不要脸 居然把这么年轻的保姆留在家里 两个人肯定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 简直有伤风化 就连我的亲姐姐也不理解我的行为 她说我与其花钱雇男保姆 还不如找一个免费的二婚老伴 这样既不用花钱 还有人陪伴 岂不是更好 我无比坚定地告诉姐姐 我宁愿花钱雇保姆 也绝不会找二婚老伴 因为相比找二婚老伴 顾保姆有三方面的好处 一 男保姆能够无条件地服从我 万事以我的喜好为先 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二 能够对我坦诚相待 由于我俩是雇佣的关系 所以她绝对不会有利用我的嫌疑 从而能够心无旁骛地将我照顾周到 三 男保姆从来都不会让我生气 她绝对不会像二婚老伴那样 动不动就跟我吵架 让我的心情变得糟糕 以上这些就是我宁愿花钱雇保姆 也绝不找二婚老伴的原因 自从我尝到了雇男保姆的好处之后 就发誓将这样的生活进行到底 李阿姨和二婚老伴生活幸福 最后还是分开了 这是为什么呢 李阿姨和二婚老伴老陈已经再婚八年 在这八年当中 两个人相处得特别愉快 他们原本打算两个人携手到百年 可最后却依然是分手的结局 这又是因为什么呢 李阿姨 我五十岁那年 找了一个二婚老伴老陈 他比我大十二岁 当时已经六十二岁了 虽然老陈比我大很多 但是他的身体很好 我和他再婚的八年当中 两个人一直相处愉快 我原本以为我俩能够携手到老 可是因为一场变故 我们不得不以分手告终 虽然我早已搬出老陈的家里 但依然会经常去看望他 两个人坐在一起续续旧情 虽然我俩都有在一起继续生活的强烈愿望 但现实却让我们不得不分隔两地 我是刚退休那年认识的老陈 那时候他虽然已经六十多岁 但是看起来精神硕利 身体也很健壮 所以我并没有介意他比我大十多岁 反而被他沉稳的处事态度深深吸引 老陈以前是事业单位的领导 如今虽然退休了 每个月的退休金都有六七千 我的退休金也不算少 每个月有四千多 我有一个远嫁外地的女儿 平时只有逢年过年的时候 女儿才会回到我们这座城市和我团聚 但女儿每次只能短暂地停留几天 根本排解不了我的相思之苦 每每一个人在家的日子 我总会感到寂寞孤苦 虽然白天有姐妹们陪着我一起逛逛街 跳跳广场舞 但是每当夜幕来席 姐妹们都坐鸟兽散 回家陪老公带孙子 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地回到家里 面对四面白墙 感觉心里特别难受 这也是我想找二婚老伴的初衷 自从老公三年前因病去世之后 我就有了找二婚老伴的想法 那时候女儿早已远嫁外地 身边无人陪伴的寂寞 让我感到日子非常难熬 我和老陈是好姐妹介绍相亲认识 虽然老陈年龄比我大很多 但我对她的个人条件非常满意 老陈有一个独生子 早已成家单过 他的孙子也由亲家母带着 不用他操一点心 我觉得和老陈再婚后 可以无忧无虑地过二人世界 不会被孩子们干扰 这也是我对老陈的个人条件最满意的地方 我不喜欢将再婚生活的关系弄得复杂化 喜欢简简单单的生活 我曾经也见过几个相亲对象 他们虽然年纪都比老陈小 但是他们身边都有孩子们围绕 他们不是要帮儿女们做饭 就是要帮忙带孙子或者外孙 这些都让我无法忍受 我喜欢过清静的二人世界 不喜欢很多人在一起闹闹嚷嚷地过日子 我喜欢老陈包容睿智的性格 这可能和他的工作经历有关 他以前在单位里做着人事方面的工作 所以对人性的感悟特别通透 他说出的话语总是让人听起来特别舒服 能够到达人心深处 和他相处的日子非常愉快 让我感觉如暮春风 我还看中了老陈的经济实力 他每个月退休金不低 大概有七八千的样子 我觉得再婚生活的幸福与否 和再婚双方的经济实力 有着很大的关系 如果两个人天天都因为钱而争吵 这样的再婚生活 无疑是痛苦的体验 老陈是一个豁达的男人 他主动提出 我俩再婚后不需要我出生活费 他会包揽下家里所有的开支 让我开开心心 和他过日子就好 我觉得老陈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 所以我就放心地将自己托付给了他 虽然由于各种原因 我们并未领取结婚证 但是我感觉我俩就像真正的夫妻那样 静往一处时 心往一处想 我和他共同生活后很少有争吵 我们相处和睦 好的就像是一个人 我们都有着共同的爱好 话也能聊到一起去 我们每天早上一起出门吃早点 再去公园六湾 逛够了就带点菜回家 一起收拾菜 做好吃的美食 老陈并不因为自己是一个男人 就在家里做甩手掌柜 他从来没有大男子主义的思想 会主动和我分担家务 我觉得我能和老陈再婚 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 感觉和老陈在一起生活 比和我王夫在一起的日子 更为幸福 我原本以为 我会和他将再婚进行到底 谁知一场重病 却无情地将我俩分开 老陈得了脑溢血 经过治疗 虽然挽回了生命 却因为后遗症 让他后半生都得躺在床上 刚开始得病那会儿 老陈非常的悲观 他总是埋怨自己 以前没有按时吃药 没能控制好自己的高血压 才会得了脑溢血 导致卧床不起 他说他给我增添了包袱 说他愧对于我 他原本以为 可以给我幸福的后半生 没料想 却在我五十八岁的年纪 就得伺候他 这个瘫痪在床的老头 我轻言细语地劝慰着老陈 让他放下心来 只要我身体还健康 我就会一直精心照顾着他 我说我俩再婚 虽然只有短短的八年 但他这八年对我的情谊 足够我用后半生来 好好对待他 老陈被我的话 感动得热泪盈眶 他说我是一个善良的好女人 他只恨自己没福气 没能健健康康地 多陪我几年 他说他记得我的好 他一定会让我的付出 得到回报 我并不需要老陈 对我有任何的回报 哪怕他只是摊在床上 无法行走 但我认为自己身边有个人 有个自己喜欢的男人 每天能陪在身边 一起唠唠嗑 说说贴心的话 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我哪里知道老陈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他打电话联系了律师 要将他住的房子过户给我 这件事必须通过继子 因为房子是他和前妻的共有财产 虽然他前妻早已不在人世 但是继子也拥有相应的份额 继子知道这件事情之后 立马开展了一系列的行动 他去中介请回了一个护工 把他带到家里 说是要让护工照顾他的父亲 从此以后不再需要我 继子当着我的面 用严厉的语气地告诉我 让我不要觊觎他家的财产 哪怕他父亲瘫倒在床上 也不可能用百万房产来换得我的照顾 虽然我百般解释 说我从未想过要老陈一分一毫的财产 但继子并不相信我说的一切 他只是恶狠狠地瞪着我 感觉那眼神能够杀死人 老陈在一边老泪纵横 他虽然不能行动 却使出浑身的力气 将床头柜上的杯子砸向继子 他是在用行动向继子告白 他对我的一片真心 他生死力竭地告诉继子 哪怕继子不同意将房产过户给我 他也会用后半生的所有 让我得到我应该得到的回报 老陈想用行动向继表明了态度 却起到相反的作用 老陈的坚定反而让继子反对我俩在一起的意愿更加强烈 他很快使出了第二个杀手锏 几天之后 继子就带着人上门看房 他将房子以很低的价格很快就租了出去 还用挑衅的口气勒令我马上搬走 他说他是父亲的亲生儿子 有权利安排他今后的生活 他要将父亲接到他那里照顾 至于我 赶快离开才是我最好的选择 老陈见儿子如此无情 居然要硬生生地将我俩分开 他伤心地悲痛欲绝 哽咽着说不出一句话 只是用颤指的手指着记字 我发现 当一个人老了 就真的是身不由己 每个人年轻的时候 都会要求孩子无条件地服从自己 当一个人老了 他就只能听从孩子的摆布 对自己命运的选择毫无反抗能力 几天之后 租客就搬进了家里 老陈也被妓子带走 我无处可去 只能回到自己家里 如今我和老陈分开 已经一年 虽然我俩互相牵挂 但却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 生活在一起 我们只能在共同好友的帮助下 偷偷地见上一面 好在妓子给老陈请的护工很善良 他帮助我们瞒着妓子 趁着妓子上班的时候 我就能偷偷地去看望老陈 老陈每次见到我都会大哭一场 他说他恨自己的身体不争气 不能多陪伴我几年 他说自己的退休金卡也被妓子没收 否则他会把退休金给我 弥补他对我的亏欠 我让老陈放宽心 说他并不亏欠我什么 不需要用任何物质来补偿我 虽然我俩不能生活在一起 但每次短暂地相聚 就是我最幸福的时光 我觉得每个人的人生都会有缺憾 虽然我和老陈感情很好 却不能共同生活 但我依然感谢命运的安排 让我认识了老陈 和他幸福地生活了八年 我以后的人生 虽然没有老陈的陪伴 但我依旧会感到幸福 因为我有着满满的美好回忆 那些都是命运给予我的馈赠 我只希望来生能和老陈 做初婚的夫妻 生一个我俩共同的孩子 那样就不会出现 被继子反对的事情 我俩就能够幸福地终老 接触于 每个人的人生 都在无限的选择 与失去当中循环 每个人的人生 都会有缺憾 每个人的人生 都不会那么地尽善尽美 虽然生活有缺憾 很多事情 我们也无力去改变 但我们可以改变自己的态度 用平和的心态 来面对生活中的不如意 坦然接受命运的安排 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 让自己获得快乐 这才是人生智者 都会经过来台湾的